好 各位觀眾 持續帶來關心這個小犬颱風 對東部地區的影響 現在目前記者所在的位置 就是在這個台東縣的山區 那這邊其實已經停電 停了將近有一整天的時間了 就在我們剛剛停到 停進到山區的時候 電才剛剛來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 其實村長很熱心 從今天一整天 都在替村民奔波 因為村民這邊就是 一停電就會來停水 我們現在要問一下村長 村長 這邊停電的狀況 目前這麼說明一下 停電的狀況 大約在昨天晚上 大概七八點的時候 有稍微復電 差不多一個小時 後來又開始停 停到大概在 今天的傍晚的時候 才開始又復電 那我們這裡停電的話 造成很多的名聲問題 停電因為我們這邊 屬於比較高山地區 要有加壓站 他才可以把水打上來 民眾用水的問題 才可以得以解決 但停電的話 水跟電都沒有 會造成很大的困擾 可以聽到 這邊的山區 因為停電 所以造成水也停了 造成村民都沒有辦法洗澡 也沒辦法煮飯 那麼我們剛剛也問到了一些 村民的想法 我們現在聽一下消灶訪問 聽說是吹斷 但是時常這樣子 也不是方法 因為我們這些南西線 有沒有 很多老人 都不方便 可以聽到村民也是很委屈 雖然都可以提亮 台電人員搶修辛苦 但是每次颱風來 就會停電停水 對他們來講也是不堪其擾 而且最近颱風又是 接二連三的來 他也希望相關單位 能多多留意一下 想像這邊請請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